硝烟被唐振的父爱之情所感动 愿竭尽全力救助唐火儿 火不但将成之际 幻大师灵魂力量耗尽无法继续 硝烟临危请命独自炼成火不但 为报答硝烟 唐振答应让硝烟观摩天火三旋变 此举却遭到焚炎谷长老们的反对 硝烟为获得天火三旋变的完整传长 依然与吴臣长老一战 若是再不收拾这残局 恐怕焚炎谷会被这东西搞得一段刀 收死 这硝烟居然将一火发挥出此等威力 我焚炎谷掌控九龙雷钢火这么多年 也未曾达到这么的地步 子子当真是不凡哪 十回合已至 武尘 你输了 按照约定 你获得天火三旋变的传承资格 恭喜你 萧炎 能与阎盟结盟 实乃我施名宗的荣幸 我等定会向宗主传达女王陛下的提议 没有别的事 今日便到此为止吧 在下告辞 施名宗的人还真难对付 大哥 你们可真能认 我差点就直接动手了 施名宗虽然表面上愿意归顺 但恐怕会抱藏祸心 日后还要多加提防 我的想法和你一样 防人之心不可无 接下来我要闭关一阵 后续就辛苦二位了 女王尽管放心 大哥 小炎子昨天来的信中说什么了 好像还有一封单独的信和丹药 是给美渡沙女王的 他说 他已经出发前往丹狱了 让我们不用担心 他还说感谢咱们帮他打理阎盟 特别是美渡沙女王 才灵 心不如命 天魂融血丹我炼成了 只盼着天魂融血丹 恕我等所愿 让你彻底摆脱身体的危机 强炎盟托付给你 相信会是我做过最正确的决定 我一意孤醒 却连累了你来守护炎盟 此番歉意 一时无法当面对你诉说 或许不舍 或许期待 或许直处 之后我便会前往中州 那里有着积蓄我奔赴的使命 但愿 我能活着迎来我们重逢的那一天 保重 还是头一次看到 传承技能的水晶球 发出如此强烈的光芒 这天火三旋变 虽为我族秘法 倒是像为他量身定制的一般 华儿 你可知这天火三旋变的由来 不是我们焚烟谷创始人 焚烟老祖所创吗 当年 斗气大陆上 曾出现五位距离斗地锦一步之遥的制强者 而咱们的焚烟老祖 便是这五位制强者中的一员 还有三位 则分属于拥有斗地血脉的古族浑族 和影响离庞大而深远的丹塔 而这最后一位 就是斗地血脉后人 萧族萧玄 正是身为焚烟老祖好友的他 创造了高级秘法 天火三旋变 原来我们焚烟谷的天火三旋变 是这位斗地血脉后人所创 萧炎也姓萧 莫非与这位萧玄前辈 有什么关系不成 应该没那么巧吧 有什么关系不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点赞 火扶丹的过程果然繁锁 光是药材的炼化与融合 就已经造成了灵魂力量的极大消耗 华大师 您还好吗 放心吧 没问题 这最后一步的融合 才是最为关键的 严肖小友 开始吧 哦 看这一下 难道融合成功了吗 啊 啊 啊 能坚持到這一步 這兩人都是有本事的 尤其是那岩霄 靈魂力量格外蓬勃不說 還能在保持融合速度的情況下 不出絲毫差錯 火兒 這次看來真的有希望了 但願吧 嗯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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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这样 就这么失败了 哎呀 真是太可惜了 你们已经到最后一步了 唐谷主 能否让我继续炼制下去 严肖逍遥 你能独自炼制这火铺丹 继续炼制 或许还有一丝机会 可若就此放弃 便是彻底失败 这小子不是开玩笑啊 你独自炼制这火铺丹 怎么可能 怎么形成 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是谁叫出来的 真把自己当救世主了 盐萧 盐萧 爹 就让盐大师继续炼制吧 霍兒,可沒那麼容易認命 好,那便請顏霄小友出手吧 即便最後失敗,老夫也絕無怨言 我會竭盡全力一切 待會兒你不要遠離,記得細細觀摩我的手法 能夠觀摩老師親自練蛋的機會,我可不會錯過 好,真是好,好,好! 好,好,好,好! 好,好,來,我可不可以了 冷藏,好,好,來,我可不可以了 是,心,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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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了丹药的融合 不过 这七品高阶丹药的丹雷 规律非同小可 以燕霄的实力 若被击中 绝无生还的可能 爹 你快帮帮他 燕霄小友 丹雷就交给我 你安心完成最后一步 不劳唐谷主 我等他 就是这丹雷 帝妖魁 去 那是什么 啊 斗宗界别的傀儡 这小傢伙 居然拥有斗宗界别的傀儡 看来要禁忌成天妖魁 难度还是不小啊 唐谷主 性不属命 天火三玄便不是寻常秘法 祖训不可为啊 二长老 本宗事先已答应了燕霄小友 你现在这般说 是想让我实信于人吗 可是谷主 嗯 严霄小友 严霄见过唐谷主 恢复得如何了 已无大碍 多谢谷主关心 你便是那个严霄吧 前段时间 老夫刚好去过一趟中州北域 听闻一名陌生青年 与风雷阁的恩怨 此人单枪匹马闯上雷山 在击败风雷阁的凤青儿之后 扬长而去 那名青年名为萧炎 萧炎与颜霄 莫非是同一人 萧炎 萧炎 在下的确是萧炎 小子行走在外 遮掩一下容貌 也是为了多一层保护 既然大长老不喜 那揭开便是 如若问心无愧 又何必遮遮掩掩掩 你与风雷阁结怨 便是因为你身怀他们的三千雷斗 如今 你又想要我 焚炎谷的天火三悬变 怎么 你就对别人的斗技 这么感兴趣 住口 萧炎小有是我焚炎谷的客人 各位长老 说话还请客气些 谷主既然已经做了决定 我们也不好为难 不过 如若他能按规矩 像谷内核心弟子一样通过考验 自然不会再引来他人非议了 唐谷主 既然两位长老执意要考验在下 那便医他们吧 否则 今日我怕是不能如愿了 哎 出什么事了 快看 好像又是那个燕霄 这次又是因为什么 不知两位长老 要如何考验我萧炎 此事事关重大 便由二长老亲自出手考核 若萧炎小有能坚持十个回合 便算你赢 爹爹 谷内核心弟子考核 从未有过长老们亲自出手的先例 更何况 吴臣长老可是货真价实的八星斗宗 唐小姐放心吧 无论怎样 天火三宣变 我今天要定了 狂妄 残影 这就是风雷阁的三千雷洞吧 人有些门道 二长老好眼力 尊阳免手 这招如何 你若放弃天火三宣变 这门高阶斗技 别让你带走 再来 冥晚不灵 老夫倒是要看看 究竟是我焚炎谷的天罡 尊阳碎尸不厉害 还是风雷阁的三千雷洞 更胜一筹 嗯 六合游身体 六合火 嗯 嗯 你就这点手段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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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诊书吧 老夫若是想要杀你 你早就已经没命了 居然是分身 九哥回合了 这是 三种一伙融合 老夫的确小看了你 不过别高兴得太早 最后一回合 老夫不会再留守 对后悔施展这么威力的斗机 这个老家伙 越来越不要脸皮了 火罗盖天地 独臣这是要施展太医火罗杖中最强的 太医火罗谱 独臣 火怒火链 独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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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是再不收拾这残局 恐怕凡盈谷会被这东西搞得一段刀 收死 收拾